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喝冷水 那么这个是一个普通的百克水 那么很多人就是去加冰 这个就是有冰的 这个是普通的 有些人说天气很热 再加冰 那么大家知道吗 如果身边冷水进去我们人体的骨子里面 什么效果会发生会产生 譬如说我放一些些的油下去 这油每次我们都在吃东西 都是有吃到油的东西 就是说你好像吃鸡饭 或者是某一样似乎有油的东西 你看 一个冰水加一个水 一个油在上面 好 我就脚下去 给大家看 靠近一点 给大家看 反正什么事情呢 你看 在我们的肚子里面 你看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我这样在讲 不够不够油 我再加多一点 下去 你看 多么的可怕 现在 现在的人很喜欢吃 要冰 加到冷冷 加冰 加冷冷 什么事情 看到吗 大家看到吗 产生什么事情 这个为什么我一直这样子讲呢 就是说 代表我们的肚子一直在吸收事物 产生出来的东西 大家看 这些都是会产生在我们的 累积在我们的肚子里面 肠 那么呢 就会分析 我们的身体每一个部分 尤其是我们的蟋管 蟋管阻塞 那么呢 来尊广告 还有超胖 很多人跟我说 哎 我的肚子是没有吃饭 为什么呢 我还是这么胖呢 那么呢 我就问他 你是否有没有肚子里面 是不是很喜欢他的肚子 是啊 我很喜欢他的冷水 你看 这些 这些累积出来的东西 看到吗 一块块的 一块块的 会停留在我们的肚子 肠 那么呢 会派气每一个部分 身体每一个部分 你看 多么的危险